翻转问答 slip radio ask me anything 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翻转问答 我是李侯辰 今天我们回答一个 比较小范围的价值观问题 但是这个小范围的价值观问题 我认为可以折射出 很多更大的方面 这个小的价值观争议 正如标题所讲 是关于动物保护的事情 那么动物保护 我们经常会看到 很多和动物保护相关的议题 包括吃狗肉 包括虐待马戏团的大象 包括网络虐猫虐狗 这个是我们平时见的最多最多的 从很多这种问题之中 我们都看到有很多人呼吁 要对动物执行更严格的保护 尤其关键就是动物保护立法 等等问题 而且动物保护立法 当然很多国家 已经有很严格的动物保护立法了 尤其是欧盟国家 在动物保护上 可以说是走到最前面 那么这些问题 就让很多人很揪心 会觉得在一个社会 推行这样的一个文明共识 为什么这么困难 为什么在我们这边 动物保护就这么难呢 很多人会用一些 过于简单的方法 去回答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跟社会发展水平有关 在我们这边 好像人的权益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何谈动物的权益保护 但这样的说法 听上去很有道理 但实际上却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早在19世纪啊 那会人的处境 比现在糟糕的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做过 很多动物保护立法的尝试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跳出两个执迷 来谈动物保护立法的问题 从这两个执迷的跳出呢 其实也是让我们 对于社会运行的方式 希望能够产生更多的视角 这两个执迷 第一个执迷呢 就是围道德论 围道德论的意思呢 就是现在我们之所以无法 对于动物保护进行立法 是因为我们的文明共识 文明水平太低 社会素质低 只要大家素质一高啊 似乎啊 这个动物保护 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 什么认识论的问题 是一个知识问题啊 这个知识问题呢 全看人这个认识的高低 只要每个人认识提高了 大家就能够感受到 这种动物保护立法的紧迫性 我想说的就是 当然不是这样的 唯道德论的 不是说 这是一个道德素养的问题 道德素养高的人 一定会诉求动物保护 甘地说过这样的话 甘地说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就看这个社会 对于动物的保护程度 虽然我非常的崇拜甘地 但甘地这句话呢 我觉得好像有点太简单了 因为印度 因为印度教本身的原因啊 动物保护 当然印度教 也有很多非常残酷的 祭祀活动啊 所以其实很难讲啊 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 一定跟动物保护相关 好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呢 就是围道德论 那第二点呢 是这个经济决定论 就是说这个动物保护啊 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才要去做的事情 因为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呢 它可以 为序幕业啊 等等啊 提供更高的成本 用这个成本 去完民生态屠杀 文明屠杀 或者有人道的动物对待 也是一个更高 经济水平的社会呢 才会有那么多人养狗啊 等等 对于陪伴 就是陪伴动物的需要 是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只有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 才能够在社会上建立 陪伴动物的共识 也就是说 得很多人 有钱去养陪伴动物 陪伴动物呢 才能够达成共识 这呢 是另外一种典型的 经济决定论 那么经济决定论 和围道德论 关于动物争议和立法 我觉得都不足取 那么我们今天 也是啊 一个非常威德根斯坦的思路 就是我们能够 以更综观的方式 来看待 动物保护的立法 从而 其实啊 今天这期节目 也是想说 不光动物保护立法 从这点上 可以折射出 任何一个 你需要达成的文明共识 它不是在 这个共识 本身的素养上达成的 也不是在 经济发达水平上达成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这个议题 与其他社会议题的关系达成的 今天之后 我会提出很多视角 来让你看到 这么多不同国家的 动物保护立法 都是在 多么截然不同的 社会背景 和文明意识之下达成的 就能让你看到 动物保护啊 在不同的国家 可以说是有 完全不同的面向 那么在我们这个国家 不管是动物保护 还是任何其他 一个社会道德共识 和文明共识的问题 都能看出 文明共识需要的 不是那个文明素养本身 需要的 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而是一个文明共识 作用的背景 所以如果你很在意 这些问题 你在意呢 不仅仅是那个问题本身 你更应该在意的呢 是这个文明价值 运作的背景 这么一个问题 好 所以今天我们从 动物保护切入 就是要来回答 这个问题 有很多同学 提问啊 关于动物保的 我摘了其中的三个 来问 第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动保啊 有个同学 问了一系列的问题 他说呢 你看 为什么我们关注的动物 是野生动物 包括宠物 陪伴动物 但养殖动物 在我国 关注的就比较少呢 但在欧洲啊 实际上 他们关注各种各样动物啊 尤其欧洲 对于畜牧养殖业 关注非常高 那么一会儿 我们就要说 为什么欧洲 对于畜牧养殖业 关注很高 就会回应到 你提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很多背后呢 都是关于啊 这个动物保护 它背后的价值观 和它的背景 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在不同的社会 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同学 问过一个问题啊 他说啊 最近他在豆瓣上 看到一个事情 很困惑 一个小区啊 有一个人杀了很多猫 然后报警的作用不大 警察本身呢 没有办法去介入 然后网友呢 就把他放在网上人肉嘛 我们在网上人肉 虐猫者非常非常多 有人就提出了 你们是不是在侵犯 这个人的隐私权的问题啊 你们去人肉他 然后气愤的网友就会说呢 这种人渣 根本就不配 有人权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来怎么看待 这个虐猫 以及虐猫视频上网 等等的问题 被合作 这是人权的问题 和法律的问题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 可以去讲的 还有第三个同学 提到了去泰国旅游 去做大象的问题 然后他当然在国内 他看到过 这个大象训养啊 就泰国旅游 大象训养背后的 那种残酷性 然后他就告诉了 他的朋友 那朋友呢 其实也就挺好啊 受到他的影响 就决定这个不做大象了 但是你看啊 这个东西在网上 有这么这么多人 去讲这个问题啊 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 做大象啊 这个做一个旅游产业 本身他也没有去消失 而且这个提问的同学 他也提到了 就是不做大象 真的是正确的吗 就是我做的 当然是遵循 自己同情的本性 他发现啊 那么就虐待大象 真的很不好 但是他也感觉 好像缺乏一个 更全面的视角 来说服他 不做大象 真的是正确的 超出同情大象以外 为什么不做大象 就是正确的 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言者 他本身就有了比较多视角的 这个经验和思考的习惯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OK 可见啊 动物保护 一定是一个比想象中会复杂的 多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问题来探索 也呢 来探索一个社会的文明共识 在社会中的动力是什么样的 在接下来讲之前呢 我来分享一个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案例 在这个案例之中 我们来折射出 动物保护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张力和困境 因为我从北京搬家来上海之后呢 我就养了一个小狗子 我这个小狗子呢 叫做惠比特 是一个小猎犬 然后呢 因此呢 我有次在街上遛狗啊 就遇到了惠比特的狗友 然后他就把我拉入了一个狗群 就是这个群里面 都是惠比特的这个主人的一个群 因为这种狗蛮特别的 然后所以主人呢 可能有一些要沟通的东西 在这个群里 好 关键来啊 这个群呢 之后经历了一个风波 就是因为啊 这个群里三番五次 其实不是三番五次啊 一共有三次 看到了一个惠比特的走失 或者说被遗弃在街上了 他的遗弃方式呢 很奇怪 然后这只惠比特呢 一般会被拴在一个咖啡厅的门口 一般和他在一起的 还有另外一只猫 猫是在猫包里的 旁边呢 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个心理箱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看上去很像是一个 比较无家可贵的人 同时养了一只惠比特 还养了一只猫 那么这只惠比特 每次出现的时候呢 都会发现他其实状态不是特别好 有一次他身上披着一个黑色的 这个塑料布 因为当时是这个秋冬天比较冷啊 这个因为惠比特毛很短啊 所以这个惠比特呢 没有衣服穿 他披着一个那种 就本身像流浪汉一样 就披着一个黑色的那个 垃圾袋 披着好多黑色垃圾袋 在预寒 然后后面又有一次呢 就是狗友啊 发现这只狗的时候呢 发现这只狗的 这个健康状态 有点堪忧 就发现这个狗啊 在旁边 拉肚子 拉得还蛮厉害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群里的狗友啊 就很想帮助和救这只惠比特 然后他们帮助和救的方式呢 是他们先报警 然后报警就警察来了 说这位是走失的狗和一些财物 等等等等的 然后他们就 警察呢 就把这个狗啊 猫啊 带回警察局 然后他们就去警察局 说这只狗是他们自己的 然后就把这个狗 从警察局拿走 当时我在群里啊 我是挺震惊的 震惊之处呢 就在于 首先啊 这个东西 其实是有比较大的 法律瑕疵的 因为狗在我们国家呢 还是一个人的财产 因为是一个人的财产呢 他的狗主人 其实拥有这个狗 如果你从警察局 把这个狗拿走呢 本身是涉嫌这个 盗窃的 对吧 这当然是有 很大法律瑕疵的事情 第二呢 其实 某种程度上 我也理解 他们的argument 是什么 也就是说 在这个argument里面啊 如果你没有能力 照料好这只狗 你不配养这只狗 其实这点啊 听上去很傲慢 但也没有那么奇怪 你把这个狗 想象成小孩 就一样了 比如社会福利组织 当然也会 把小孩 从没有抚养能力的父母 身边接走 去社会福利局 有一个很好看的电影 叫 不能没有你是代理人导演 的电影 其实讲的就是 这么一个困境和故事 所以对群里的人来讲呢 他们都把狗狗当做 小孩看待 所以有一只狗 没有能够得到好的照料 它本身就应该 从主人身边被拿走 实际上 你看你经常去看到 一些领养猫狗的照片 有的人提出 要来家访 要来看看你们家的状况 来看你是租的房子 还是住的房子 等等等等 听上去都蛮严格的 背后呢 也是这么一个条件 但那天呢 我就认为 嗯 这个问题好像还不能 简单单单从 人与他的孩子的角度去看 你就是说 假设这个狗的主人 是一个流浪汉 这个狗的主人 无家可归 难道他没有 拥有一只狗的权利吗 但确实啊 你这个狗跟着他呢 就不比这个狗 跟着一个其他人 要来的幸福 这也是实话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个案例之中 确实不存在恶性的虐猫和虐狗 因为一看到恶性的虐猫虐狗啊 我们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很变态的事情 这个事情似乎毫无争议 无争议到 我们就应该立法去 呃 有动物保护法 对吧 但是一到这么一件事 就发现 好像没有虐猫虐狗 那么简单了 也就是说 动物保护法啊 我们即使不用动物保护法 恶性虐猫虐狗 尤其是发到网上的 一样可以有办法去解决 比如说 现在在中国的刑法体系之中 虽然这个 呃 罪名我自己非常不喜欢啊 但一般来讲啊 如果你把这个发到网上 你会被以网络寻衅滋事罪来起诉 或者以网络寻衅滋事罪 他相关的行政处罚 来进行处罚 所以说这些最恶性的问题啊 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 其实关系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其实也有办法去追责的 但真正重要的就是 我们说的这些问题 就很多动物确实被 很不负责任的对待 被遗弃等等等等的 现在我们确实缺乏 法律去进行保护 因此啊 我们也能发现 除了那些最恶性的 杀猫 虐猫 虐狗之外 真正我们有时候想通过 真正需要通过法律去保护的 不是这些极端事件 往往呢是一些更普遍的事件 包括仪器 包括不当的饲养方式 就比如说啊 在街上有一个人 在非常用力地打他的狗 他的狗啊 打得嗷嗷叫 甚至我们就这么说吧 他把他的狗打出血了 对吧 但是这不是那种恶性虐待 比如他会告诉你啊 是因为他的狗不乖 等等等等 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人养狗 有很多惩罚狗的方式 在其他人看来可能都是 不OK的 包括很多人会认为 如果我把狗关在笼子里 然后外面再放鞭炮 这个狗吓得要死 但主人却没有去安慰这个狗啊 如果拍成视频给你看 你也会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合适的行为啊 包括狗的食用 或者我们包括说更大的 我们非陪伴的动物 也就是说畜牧业 本身 它的人道处置等等方式啊 比如说因为我来自四川 四川 我们那边是有活杀兔 这么一个业务的 就是点杀兔嘛 就是你去吃兔肉 那个兔子呢 是你现场选 现场杀的 因为很新鲜啊 这样的兔肉 那个现场选 现场杀啊 给任何动物保护人士看 这个过程都非常的不人道 也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谈到立法的问题啊 这个立法的问题 肯定不是针对极少数极端事件 因为极少数极端事件啊 已经有的是办法 有的是法律条文可以去解决了 我们如果要说到立法 或者如果说到更大的社会共识 你如何让一个四川人放弃吃活杀兔 如何让全社会真的认为 呃 有狗 然后或者猫去弃养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可以接受的行为 这个呢 肯定就不能够光盯着这些最恶性的 虐猫虐狗事件来看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就遇到那个问题啊 我们这里 你问任何人虐猫虐狗对不对 他都会说不对 但如果你问一个人 一个人如果自己的狗真的不听话 他对他能惩罚到什么手段 流浪汉有资格养狗吗 真的可以禁止食狗肉 或者其他像活沙兔那样的 也是就是食用动物非人道的 屠宰行为吗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呢 就变得比较复杂 而这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呢 就正如其他 我们在社会上想打争的道德 无文共识一样复杂 所以我们要探索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我管它叫文明立法 因为赫然有很多立法 是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 尤其是与人相关的基本权利 包括刑法里面的一系列东西 都与人的基本权利有关 但也有很多东西呢 属于这个文明立法的范畴 比如说在很多国家 与动物相关的法律 并不是刑法 而是民法 比如说你触犯这样的法律呢 你是要做民事赔偿 而不是一个刑事的责任 那我们社会上有很多 与社会风尚相关的法律 包括城市的一些文明守则 随地土壇等等等等的 包括我们现在 跟这个浪费实物相关的 一些立法呢 都是这样的一些民法责任 那么这些民法责任呢 我们就简单来说吧 这是一种基于文明共识的立法 那么文明共识的立法呢 当然可以说这些法律 与社会的文明程度高度相关 那么怎么能够推动这些立法呢 也就是说它背后怎么能够达到一种社会共识和紧迫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边 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方式 就是权力意志 权力认为什么文明价值重要 他们就会非常快速的把这个文明价值变成一个法律 对吧 就是我们开玩笑的说 就是圣人的言出法随 圣人一言立马就有法律跟上 那这个东西呢 当然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方式 那么我们在意的呢 就是如果一个东西真是通过社会共识来形成的 那这个社会共识是怎么样形成的 它真的是某种道德本位吗 也就是说当社会的人都取得了一些知识 取得了一些知识背后所形成的道德判断 这个法就能立得下来 还是它是经济决定论本位的 也就是说当社会都拥有某种行为 行为的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立法就能立得下去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是什么呢 好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动物 动物虐待或者动物的不当对待 在社会上有没有可能达成一个完整的共识 实际上这个共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就比如说就从虐待来讲 什么叫做对动物的虐待 赫然就有三种 都不止三种 这不是穷局 只是我稍微举下例 比如说对动物肉体的虐待 比如说打 动物 关押 动物等等 都是某种虐待 第二呢 也有对于动物精神的虐待 比如说有些人 虽然他不是像那些网络视频那样 那么恶劣的虐猫虐狗 但是呢 他们玩猫 玩狗 逗猫 逗狗的方式 你在旁边看呢 也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就比如说 假设他们非常强烈的去训练 他的猫狗 以非常严苛的方式 训练他的猫狗一些技能 你在旁边看呢 也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那第三种呢 当然有忽视的虐待 就比如说 一个人养狗 或者养猫啊 长期不管 长期对他非常漠视 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认为也是某种虐待 肉体的虐待 精神的虐待 和忽视本身的虐待 但是如果要上升到 立法层面之上 哪种东西是我们真正要管理的 哪种东西是我们需要去达成的 就在动物保护人士和一方 和一般人来看 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就像刚才那个流浪汉的那个问题啊 其实那不是流浪汉啊 他可能是居住和财政状况 遇到一个问题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更多的不会有肉体的虐待 和精神的虐待 更多的是忽视 忽视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容忍的事情 在真正动物保护者 或者很爱陪伴动物和一般人之间 当然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 因为如果忽视都不可以的话 其实对于人的自由是有很大的问题 你看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 很大程度上还在讲陪伴动物 那除了陪伴动物之外呢 动物园本身 是不是只有野生动物园是一个好的方式 非野生动物园真的可以OK吗 马戏团呢 对吧 马戏团这个形式 比起非野生动物园 是不是更糟糕 我们应该禁止任何马戏团的存在吗 包括真皮动物啊 就是我们平时用作皮革的这些动物 是可以的吗 我们应该购买皮革吗 医药行业用动物来做药品实验 电影行业用动 包括之前网上不就提到 中国之前有一个电影炸死了一只军犬吗 也引起了大家很大的争议 现在很多国外电影啊 也国内电影可能也会有 在电影的末尔会写啊 这个电影拍摄过程 没有一只动物受到伤害 这个在我看来都是一些 比较好的注意的点了 但如果讲到伤害 你真的训练一匹马 让它能够在电影里面出镜 能够完成那些命令 那本身的马其实受的苦 也不会特别少了 说实话对吧 包括虚母也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再看啊 要说不要虐待动物啊 要推到最极端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接受 我们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 对吧 因为这是人跟动物最根本的区别 我们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如果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 对待动物呢 其面对的最严峻的 与法律相关的问题 就是食用动物 因为人是不会养人来食的 但人会食用动物 动物在今天社会上 对人可能最大的一个目 就是它作为手段的一点啊 就是作为食用 正是因为食用的存在 让很多动物保护 都显得有点虚伪 对吧 很多人说不要食用这个 陪伴动物 很多人就会说 哎呦你每天吃其他动物 吃的那么香 这陪伴动物跟他们 除了在你们的观念之中 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当然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询问 说你们养这个陪伴动物 它也不是供你取乐吗 它也跟着你的生活条件走 被你训养 来核你的心意 就是它不爽的时候 你要教育它 它打它 你让它获得的一些文明习惯 未必又最符合它的利益 未必让它最开心 有很多人都会认为 实际上pet animal 就是在把动物当作宠物饲养 本身也是一个很不人道的事情 这些其实在我看来 也并不完全荒唐 都是可以去讨论的问题 包括药物研究 你看有一个问题 我就简单的说一句 当然你可以说动物很多细菌 是不是在某种category之下 它也是个动物 虫子你杀起蟑螂 杀起蚊子来 你可一点不手软 我们今天确实有一种区分 就是区分冷血动物和温血动物 很多国外的动物保护法 也会有这个区分 就动物保护法 包括序面保护法 保护的范围是温血动物 而非冷血动物 温血动物确实是一种 跟人类更接近的动物 就我们的动物保护 肯定不是覆盖一切动物 它不会覆盖昆虫 很多时候不会覆盖爬行动物 这些都 这个不必再讲 我觉得这个蛮正常的 因为人当然是 去保护跟它更相像的 这本身也并不虚伪 我说回来 刚才我们说的食用 说了养动物取乐 当然也会有养动物 做药物研究 像我们用小白鼠 林长的动物 做药物研究 因为跟人的基因序列比较近 这个似乎呢 也是不可避免的 包括你看 人很多时候 是会为了生态平衡 去有意识的杀动物的 比如说澳大利亚 有一段时间 袋鼠比较横行 因为各种生态失衡的原因 导致草原上 袋鼠数量过于庞大 袋鼠数量过于庞大 就会导致草原上的植被 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当时澳大利亚政府 就会要求 如果你是澳洲居民 因为他们那边有狩猎证书 也合法持有狩猎猎枪 如果你有狩猎猎枪 你就可以猎袋鼠 你猎袋鼠呢 你把袋鼠尸体 交到一个部门 就能拿到钱 那如果你要去审视 当时发生的事情 不就是袋鼠大屠杀吗 对吧 人类开着卡车 在平原之上 屠杀袋鼠的事情 那这个为什么又可以呢 这个地球上人当然多 多到地球 没有办法复合的地步 但我们当然不会因为 人影响生态平衡 就要去杀人 对吧 但是动物呢 很明显 动物与人的对待方式 是不同的 而且人当然也因为 自己的目的 而驱使动物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宠物就是一类驱使 根牛 罗马 这些作为农业中存在的 动物实际上也是 有很大的痛苦 要去承担的 对吧 也就是说 说到底啊 我现在只是想说 在说到动物保护的 问题之上 一般呢 有一类反人类 中心主义的 这个说法 认为我们是要追求 人与动物平等的地位 我认为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出发点 是可以走向 立法的出发点啊 我就真觉得 有点幼稚了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好 这一点 不仅是要来否认 反人类中心主义的 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 这样的列举 来说明一个问题 动物保护的问题 和动物保护立法的问题 从来不是人与动物的问题 而是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 只有看到这些东西背后 人与人关系的要素 才能真正看到 一个社会共识形成的原因 一个社会的共识 是一个人与人的共识 人与人的共识的核心 是梳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从这两点来讲 实际上刚才那两个思路 道德中心主义 认为我们社会的共识 是要形成 我们人对动物伦理的共识 这个想法就稍显幼稚 它当然是一个 在道德上有益的探讨 但是对于公共政策 它是一个比较幼稚的视角 第二 说到是不是经济决定论 只要这个城市里养狗的人够多 就能够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不是 即使今天玩游戏的人少 我们在游戏上达成伦理共识了 社会当然会因为各种原因 无法达成一个伦理共识 不管它在社会上的渗透率 和这个行为的接纳程度 有多少 吸烟本身也是一个 可以看到的问题 好 所以说动物问题 是人与人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是持有动物保护主张的人 和不持有动物保护主张的人 之间的问题 是人与人的承认 所以讨论动物保护问题 和动物保护立法 一定要讨论人的世界 动物话题必须依附于人的生存环境 才可以真正得到解决 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接下来我去用很多很多例子 来说明这是为什么 第一 即便现在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之下 很多损害动物的权利 都能够得到保障 特别是你损害的是他人的动物 比如说一个小区的人 他虐的是野猫 就真的蛮困难 他要虐的是我的猫 警察局就要管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东西 也就是说 动物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之下 它依然是其他人的所有物 那所有物在物权上 是最容易的领域 就比如说 很多爱狗人士去高速路上 逼停拉狗的货车 最后要做的事情 也是得把这一车狗买下来 是合法的 如果他们把那个狗司机 一顿暴打 把这狗解下来拿走 那这狗司机只要一报警 所有参与者都会有 非常严重的结果 也就是说 有一个领域我们就能看到 在很多地方 动物是能够得到 阴权以保护的 只要它是有主人的动物 当然也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 其实我们看到 刚才那个 有点刘乱汉的那个例子 那就是一个有主人动物 其他人 有主人也愿意去侵犯 你的误权 当然那个人只要 其实他最后就把自己的狗 拿回来了 因为他给警察讲 他出示了他狗的证明 那警察就会联系 刚才拿走的那个人 来把它拿回来 那后来有没有 进一步的处罚 这个事的后续 好像 好像是没有 但这个结果 是不是完全没有 我不敢保证 因为我只能接收到 群里的信息 好 这个大家都有共识 就是一旦损耗到他人动物 涉及到物权 这个是比较清晰的一个领域 当然 有一个领域 就是非物权的领域了 非物权领域 我们介入的 就不是我与他人 关于物权的争执 而是别的争执了 比如说刚才讲到的 野生动物 非自养的动物 等等等等的 其他人和动物的关系 比如他虐的是他的狗 他虐的是他的猫 我们怎么介入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他的其他法律 第二 包括其他人和人的领域 就是我们介入的 不仅是其他人 比如他虐他的狗 就是他与他的狗的关系 很多时候 我们还要介入 其他人和人的领域 其他人和人 已经有合一的法律责任 但我们要在里面 介入牵扯动物 像刚才举的狗肉贩卖 那狗肉贩卖 这个运输司机 当然与上家下家 已经达成了运输协议 我们是要在中间去拦下他 虽然我们可以买下这一车狗 但某种程度上 这个运输协议 和这个狗肉的供应协议 被我们打断了 对吧 包括野生动物 那有人去抓了野生动物 或者饲养一些半野生动物 然后有食客来吃 吃的人 养的人都很开心 但我们要去告诉他 你这事不行 我们不能让你来做 你看 野生动物保护和禁止 食用野生动物 在中国有很长时间 有张力的历史 但是因为去年疫情的原因 当时非常快速 这个事情呢 就禁止了 对吧 很多人啊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所谓食用野生 食用野生动物 都是半饲养的 这种半饲养野生动物领域的 立马就遭受灭领自在 当时呢 很多动保人士 当然是蛮开心的 这个东西 法律支持 野生动物食用和贩卖 立马得到禁止 但是全国真的有很多人 靠这个吃饭呀 靠这个吃饭的人 他们的生活 又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一个别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一旦到非物权领域啊 介入到他人与他的动物 和他人与他人之间的 这个法律关系 这个问题就变得 比较特别了 所以你看 去年 为什么这个野生动物 突然就不能使用和贩卖了呢 跟爱动物没关系 跟渗透率没关系 跟某种经济决定论 和某种道德都没关系 跟什么有关呢 跟公共卫生风险有关 当时在全国 当所有人都面临巨大的 公共卫生风险的时候 突然对于这一类动物的保护 就变得非常容易通过了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啊 动物保护 究其根本 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当野生动物使用者 能够对其他人 形成健康风险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去介入 这听上去呢 好像我们对动物啊 真的没有那么本真性 和真诚的关注 到底是正常的 人当然更关注人的问题啊 所以公共政策 公共道德的推进 都与人的关系高度相关 好 我来举一系列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事情啊 比如还有一个 与动物保护高度相关的东西啊 就是西班牙的斗牛 就西班牙斗牛 那当然是一个血淋淋的运动啊 虽然斗牛本身 我小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 我们省的电视台 经常转播这个斗牛比赛 所以导致我对斗牛运动 非常神奇的 还挺了解的 那会儿我其实可爱看斗牛了 因为斗牛这个真的 第一啊 这个项目很有美感 而且斗牛是真的非常优雅 高水平 而且它真的紧张刺激 但同时啊 它真的非常血腥 对于那头牛 那真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 对于是不是人就 因为斗牛确实很优雅 也有那种人的勇敢在其中 是不是要被保留啊 我其实觉得好像也不必 但是anyway 我们再说历法问题啊 实际上在西班牙很多城市 都有斗牛传统 不光西班牙 南美洲的西语区 也有斗牛传统 其实当时很多时候 转播的斗牛 并不是西班牙的斗牛 而是墨西哥的斗牛 就是墨西哥的斗牛 其实比西班牙 还要再发达一点 比如说在西班牙 巴塞罗那 就已经明确禁止斗牛了 是为了动保 是为了保护这些牛 但在巴塞罗那 为什么禁止斗牛 这么容易呢 这个事情啊 与加泰罗尼亚独立 有脱不开的关系 因为巴塞罗那 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首府 对吧 因此啊 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 在西班牙是一个 最近两年很受关注的事情 因此加泰罗尼亚语言区 就想与其他西班牙文化 做出一定的切割和先进性 在这个情况之下 整个西语区都有的斗牛传统 在巴塞罗那被禁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是一个非加泰罗尼亚的陋习 加泰罗尼亚本身就是因为 比西班牙其他地方更发达 更文明的这个原因 才呈现出独立的必要性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巴塞罗尼亚禁止斗牛的这个法案 推行得非常顺利 就是拥有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这个背景 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 就比如说最近中国有一个明星 这个明星非常快 一天之内就黄了 难道仅仅是因为 他所观赏的那个事件吗 难道与整个舆论环境 对明星就是大众与明星的这组斗争冲突 对明星本身的仇恨没有关系吗 当然是有的 所以任何一个品格问题啊 背后都是人与人的问题 好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我们知道全世界有个很激进的 一个动物保护主子啊 叫Pita 这个Pita呢 他本身的这个价值观 与一个叫Peter Singer 彼得辛格 他写的跟动物保护相关的书 非常非常有关 那么为什么 他们就是一群反人类中心主义者啊 他们会认为动物跟人 一定要取得平等的地位 为什么Pita会有这样的主张 以及这个主张 为什么可以凝聚成Pita 这样的组织和行动呢 那这个呢 与上世纪西皮士 有脱不开的关系 这为什么是个人与人的关系呢 对 这就是个人与人的关系 因为当时啊 在那个情况之下 其实美国社会已经非常发达了 在这个发达社会之中 有一批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年轻中产 产生了一种巨大的 反对当时中产阶级生活品位的 一系列的方式 因为在那个时候啊 其实美国人不管是动物畜牧啊 食用啊 皮草啊 都非常非常的发达 所以在那个时候 又遇到了这个黑人民权运动 种族问题和越战问题 所以说 人与动物的族群 是否平等与否 与性别平权 种族平权 国家平权 占照了同一样的位置之上 Pita以及背后的西皮士 当时的一种radical moral 就是一种很激进的道德主张 就会认为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一切不平等 包括性别的不平等 种族的不平等 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 背后与人与动物的族群不平等 是享有一个结构的 是不是与今天的有一个主张很像 对吧 是享有同一个结构的 所以在这个结构之下 一个最终极的问题 就是人与动物的平等 如果我们都能接受与动物 处于一种平等关系 那么其他下面这些问题 迎刃而解 所有这些问题 会在动物平权的话题之下 获得一种解决 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 这与当时反中产阶级的西皮士运动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所以Pita的主张 我们也会发现 这种动物保护 以及反人类中心主义 其实也并没有 完完全全在解决人与动物的问题 是在用人与动物的问题 去解决一个人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都是一样 好 我再来举第三个例子 实际上我们刚才说 很早很早就有动物保护法案了 最早我搜到的 早到什么地步呢 早到1654年 1654年 甚至早在光荣革命以前 在克伦威尔护国公时期 就制定了英国动物保护法案 在当时英国动物保护法案之上 公共场所 斗鸡 斗牛 斗狗 引诱牛 互相争斗等等等等 全部被禁 因为在当时啊 这些动物争斗 实际上在村庄和集市之上 作为那个年代的某种娱乐方式 其实随处可见 那么克伦威尔 为什么要制定英国动物保护法案 是因为他真的这么爱动物吗 不是啊 是要隔除当时英国的漏袭 斗狗 斗鸡 斗牛 是与懒惰 酗酒 赌博 这些联系到一起的 当时真正的问题是 克伦威尔要隔除英格兰 农村地区的生活漏袭 因此动物保护法案 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被纳入这个话题之中的 它背后解决的 也是人的调动的问题 好我们说回欧洲啊 我讲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但是很很神奇的事情 实际上欧洲 正正动物保护的先驱是谁啊 就现代动物保护的先驱啊 不是北欧诸国 是谁呢 是第三帝国 是希特勒时期的德国 早在1933年4月21日 这个是纳粹党当刚获得 这个国会大选不久 纳粹党就立法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规定 就是动物人道屠宰 所有温血动物的屠宰都必须先经过麻醉 不论出于故意或过失 动物被屠宰都必须必须先经过麻醉 比如街上有个动物被车碾线的决定 必须杀死他 也必须先麻醉这个动物 围者处以六个月以下的刑居 当年5月2号 德国刑法中直接新增对名 动物虐待罪 对吧 早在1933年 是不是非常发达啊 1933年8月16号 刚刚组建了盖世泰宝的首脑戈林 以这个普鲁士帮总理身份 签署法令啊 全面禁止德国的动物活体解剖 这是全世界第一步禁止活体解剖动物的法律 1933年10月 纳粹党颁布全世界第一步动物保护法 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动物保护法 因为1654年不是现代法律嘛 帝国动物保护法 这个法律的非常全面 非常多范围的动物福利法规 动物的不当对待 包括当时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动物用于拍摄电影 引起疼痛和健康损害 都是不被接受的 好 为什么 为什么在1930几年 上世纪30年代 在第三帝国 就有这么完善的 跟动物保护相关的东西 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准高吗 当然不是对吧 他们 盖世泰保道德水准很高吗 是因为经济发展吗 其实如果你知道 一战之后德国赔款啊 到1930年代 其实德国还没有完全从法尔赛合约的赔款中缓过劲来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就如果大家知道 瓦格纳的这个民主啊 尼波隆根的指环 尼波隆根的指环里塑造的这个德意志英雄人物 齐格弗里德 就能知道 实际上啊 在上世纪30年代 动物保护是与日耳曼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感情高度相关的 当时啊 瓦格纳塑造的齐格弗里德 就是一个反工业与自然亲近的新文明 是与英法文明完全不同的一种自然文明 所以德意志当时的民族精神 认为自己非常重要 是要融入自然秩序 与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 和谐相处 又因为德意志传统的神话 不同于基督教神话 德意志传统是一个游猎民族 游猎民族啊 与畜牧 尤其与狗啊 这种陪伴动物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动物的保护 而是一个德意志民族性本身 尤其与德意志神话相关的民族性 种族优越加持来做的一个事情 正是在这个加持之下 伤害动物才上升到 伤害德意志民族感情的这么一个地位之来 其中啊 德国刑罚典动物保护条款的叙述就有啊 对于动物的虐待等等呢 并不是违反公共秩序 或违反他人物权 其原因是在伤害民族力的保卫 和侵害民族道义精神之上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为什么第三帝国在那个时候 有如此全面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法案 实际上呢 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精神 它依然处理的是人的问题 而不是动物的问题 我再举个例子啊 韩国的动物保护 韩国的动物保护 其实在整个东亚都走到前面 尤其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啊 就是今年的2月9号 韩国农龄续产食品部颁布新的动物保护法的实施细则 在去年韩国就有真 不是真的 就有这个司法立法机构 就有决定啊 要在韩国的民法典之中 让动物脱离纯粹的财产地位 因为当动物脱离财产地位 也就是说我们就不能说那种话了 这是我的猫 这是我的狗 我想怎么处置它都行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动物某种程度上就会更像小孩 也就是说 如果虽然它是你的猫 虽然它是你的狗 但是呢 它是非财产地位的 就可以有更多的保护方式 所以因此啊 在今年2月9号 动物保护法细则之后呢 虐待动物啊 是一个入罪的 遗弃动物呢 也要面临刑事处罚 等等等等的 那么韩国为什么 对于动物保护 有这么好的一个进展呢 也不是因为道德原因 也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是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狗肉食用在韩国 狗肉食用在韩国 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社会争议 我们知道啊 在上世纪韩国民主化之后 韩国人对于韩国传统 尤其是新一代 对于韩国传统是持有 非常非常重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所以韩国本身是一个 非常强烈的全盘西化的国家 这个全盘西化的国家 跟韩国上世纪后半叶啊 就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看到的 那个非常动荡的局面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啊 在整个韩国挑战传统民族传统的之中 狗肉食用是一个比在我们这边 大的多多多的话题 因为在我们这边只有少数的省份 比如说广西或者沿边地区 有这个狗肉食用的传统和比较强烈的争执 就比如说中国大城市 其实你是很少能看到很多狗肉食用的 但在韩国呢 像首尔这样的城市 狗肉市场和狗肉馆的量 其实也会比较大 所以说动物保护 尤其是与狗相关的动物保护 在食狗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公共话题之下 在韩国内部是一个巨大的议题 所以韩国内部 不管是KARE还是KARA 这样的动物保护组织 实际上社会上的动员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尤其是2018年的韩国冬奥会 因为冬奥会期间呢 就有很多外国人会来到韩国 会来到韩国旅行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知道这个 除了东亚这些国家之外 尤其欧美国家 对于狗肉食用 这个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 会觉得这基本上 底线以下的事情 所以说利用冬奥会的契机 实际上KARA和KARE 是发起了很大规模 对于这个狗肉食用 本身的抗议和诉求 等等等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韩国从18年19年到现在 这个动物保护 才会进展得这么顺利 本身也是因为食狗肉 与韩国传统的争议 在他们那边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话题 而在我们这边 比这个话题重的话题 多的多的多的多 它根本在我们社会上 是排不上的一个话题 好 我最后再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举了很多很多例子 我最后举个例子 我们就举正常的欧洲 而不是纳粹德国 那么现在欧洲 实际上动物福利法 也非常非常多 欧洲尤其是进入 上世纪90年代之后 其实很多很多国家 都树立了动物福利法 在这个动物福利法之上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关于动物人道 尤其是不仅有陪伴动物 畜牧业人道 都在里面被提上 一时日程 有很严格的保护措施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也不仅仅是一个 对动物的关爱 这个本身 与欧洲本地的畜牧业和农业保护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东西 在整个欧洲的立法浪潮中 被称为绿色屏障 什么叫绿色屏障 就是我们知道 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 贸易有很大的冲突 这个贸易冲突 在过去直接做关税壁垒 就提高关税 但实际上 有WTO和自由贸易秩序之后 我们是不可以做关税壁垒的 所以有很多方式 来做非关税壁垒 绿色屏障 就是以可持续价值观 来对于输入的贸易物 做非关税壁垒的一个方式 我一点 首先我一点没有觉得 他们好虚伪 他们假借动物之名 行贸易保护之实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非关税壁垒是正常的 就关税壁垒本身 是纯纯翠翠的保护 是重商主义 这个重商主义为什么坏 在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之中 我们已经讲过了 重商主义非常坏 重商主义在国际贸易之上 是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 但绿色屏障 我本身 我自己首先 我自己其实蛮认可的 因为绿色屏障 实际上对于整体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是真的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 当你达到绿色屏障的要求 你的货物是可以自由进出 是不受到其管束的 所以它与关税壁垒 其实某种程度完全不同 但anyway 当时欧洲受到 不管欧洲的序幕 也受到美国 中国 东欧和南美 有很大的冲击 而且来源于 这些地方的东西 价格便宜 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呢 因为这些地方的 这个序幕业啊 本身是没有花很大功夫 在这个人道处理之上的 所以这些国家 自己拥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为什么立法这么容易呢 就是因为立了这个法 不仅强化国内 已有共识 还可以形成 非关税屏障 能够对本地形成保护 所以欧洲一系列 在价值观上 非常先进的立法 都与非关税壁垒 本身有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序幕之上 动物福利法 在90年代 就会那么快地 在欧洲推进 在各国家 后来在欧盟立法 也与这个 有很大的关系 好你看 刚才我们讲了 巴塞罗那 讲了Pita 讲了1654年 克伦威尔护国公 第三帝国的动物福利 韩国的动物福利 和欧盟本身的 动物福利保护立法 所有这些背后 我们都能够发现 在这些地区 动物保护立法 实际上都不是 跟动物伦理 仅仅相关 当然跟动物伦理 都有关系 在另外一部分 它为什么能够 形成一个社会行动呢 社会行动这一面 往往就与动物伦理 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而与这个社会上 更大的人 关注的话题和议题 更紧要的话题 和议题相关 这个问题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 动物保护在社会上 无论如何都很难取得 一个紧迫的地位 因为这毕竟不是某个人 某一类人的生存困境 我们怎么会 有如此紧迫的共识 去全社会 关注到动物的 生存状态呢 尤其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因此我要说 动保的关键 其实是具有保护动物 主张的人 与不保护动物的人 之间的一个对抗 动物呢 只是他们之间的 一个显著差异而已 真正推进的 是这两对人 背后其他生活方式的差异 在西班牙 体现为加泰罗尼亚人 和非加泰罗尼亚人的差异 在皮塔那里 体现为西皮式 与传统中产阶级的差异 在1654的克伦威尔护国宫那里 体现为传统农村 整体生活的陋习 与克伦威尔推进的 新的生活风筝的差异 在第三帝国那里 体现为德意志 整体民族精神 民族性 与其他民族的差异 在韩国这里 体现为新韩国人 对旧韩国传统 整体洋气的这个决心 在欧洲那里 是欧洲国家 与非欧洲国家的 贸易关系的树立 所以它其实 是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说在我国 我对于动物保护立法 其实是并不乐观的 第一 动物问题在我国 不具有显著性 就比如说食狗问题 刚刚我们也说了 就食狗问题在中国 其实很多地方 没有这个问题的 少数地区有这个问题 所以它无法取得 一个全社会 共同关注的紧迫性 第二 我至少现在啊 我很难想象 食狗问题 或者动物保护问题 能够在我们现在这里 跟某种当下的核心关切 和大冲突挂钩 如果不能实现 这样的挂钩呢 它当然是很难形成 一个很大的 社会动员力 以至于实现立法的 我们转过来说 任何其他的东西也一样 甚至其他与人相关的 道德主张和文明主张 如果这个道德主张 和文明主张 没有办法找到一种 现有的社会 现存的张力 和现有社会 现存的共同关切 它是很难mobilize 它是很难形成 一种很大的主张 和一种很大的行动力的 所以说这本身 不是经济的问题 不是道德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在 人与人的秩序之中 找到一个抓手 促使这样的价值 能够与这个抓手 高度相关 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当然 动物保护呢 除了有公共的这一面 也有个人的这一面 就像之前 我们其实说过 其实站在 康德的伦理学之上 能够来理解 人与动物的保护关系 人为什么要 好好对待动物 不是因为 人不是中心 人当然 人是中心 且在人的世界里 人只能是中心 我们对动物的保护呢 更多的是一种 人的体面 比如说反斗牛 反斗牛一个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就 我们现在不抛出 我们现在不说公共政策 就说人本身的道德判断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是反残忍 我们促使我们自己 不要欣赏 不要在残忍中着美感 这是一种对我们自己 体面的要求 比如说反食狗肉 其实更多的是 反冒犯他人 反口腹之欲的 无限追求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 比如说 其实我自己虽然养狗 但我不觉得食狗肉 是一个多么 最无可事的事情 尤其是如果你 食猪食牛食羊 食鸡食鸭食鸭食鱼 你就端端不食狗 也蛮奇怪的 但是呢 我也接受 反食狗 为什么呢 就是我真的不想 为了这么一点口腹之欲 去冒犯他人 就我不觉得 坚持一定要食狗 是个多么重要的事情 重要到去冒犯那些 更更真正非常非常 在意狗的事情 就是很爱狗的那些人 他们拿狗真的当 某种具有 跟人更亲近的 生灵和动物看待 所以他们认为 食狗是不能理解的 虽然我不 我不具备那个价值观 但我理解那个价值观本身 所以我根本不想 以满足我的口腹 至于去冒犯他们 所以我反食狗 包括反对大象训养 也是一样 反对大象训养 其实是反奴役 对吧 我们是找到大象训养 与人 如此去奴役一个动物之间 产生的关系 我们其实背后呢 是一种更体面的生产方式 在这个生产方式之下 我们不必去强迫 任何物种或者人 来产生一个牢役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在这背后呢 其实都是一种人的体面 但也正是因为人的体面 比如说 当时快速立法 就禁止野生动物食用 其实我也在 看理想的文章 表达了我的主张 我就觉得 为什么要这么快 为什么这么缺乏讨论 这也是一种体面 正是在这个体面之下 我们要考虑 他人的生活和产业要素 全国有那么多人 尤其是 所谓的野生动物 很多都是半训养状态 这种半训养繁殖的野生动物 如果因为这一张纸的原因 这些人全部要丢掉工作 全部要丢掉自己 一直从事的事业 这本身是个多残酷的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体面 我们体面的意识到 我们的主张对其他人生活的介入 等等等等 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动物保护 当然也有个体伦理抉择的一面 在个体伦理抉择之上 它其实就是一种更体面的生活 就是你如何理解 一种个人的dignity在其中 当然在公共层面之上 就完全不是这么一个问题 因此通过今天的话题 我们也能看出 个体伦理抉择和公共问题的 巨大差异 公共问题不是 个体伦理抉择的简单加总 不是个体拥有一个伦理抉择 在公共上就能怎么怎么样 正如动物保护问题 是梳理人与人之间 在其他重要秩序一样 那我们任何其他的社会主张和文明 你也要必须找到 它与其他社会问题之间高度的关联 你可能才能真正对它的推进和共识 起到一定的作用 好 希望这期我们通过这个动物保护的话题介入 能够对你理解社会共识 产生一定的帮助吧 那么如果你也有问题想问呢 欢迎你发问到 ask at flipradio.club ask at flipradio.club 记住是.club不是.com 就可以向我提问了 好 那我们下期翻天问答节目再见 大家觉得赶紧去相信 拜拜 感谢观看 他的能力 和任何一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